我叫郭沛希,今年十三歲 我讀新港國中 我讀新港國中 我阿公叫王東起,他人家的 我是郭沛希,讀新港國小 我今年十歲,我阿公養一下子 YA 阿公的霞日時光 一個一樣,一個禮拜 整個包來看看 一個禮拜二年 這一室跟那一室都一樣 一個禮拜要展過年,要賣出去 到過年阿公就... 到二十二圓,到二十五圓 你再去這裡探賞我們的大園 我告訴你,要賣了 六個月,要賣出去 來,走 這樣 這樣 這樣水隻了,這樣撐起來 我建議,要賣出去 這樣就要... 蝦子要養多久,夏天三個月,冬天要五個月,冬天它不會長大很慢,夏天太陽很大,活動力很強,所以它的速度很快,三個月就可以到二十八圍,冬天一定要五個月,為什麼它很冷,活動力很少,很慢,所以它速度比較長一點,夏天真的很快,你看一個禮拜就那麼大了 沒有配方,就是水質一定要顧好,很多人說放藥騙人的,蝦子就是要保持到水質要乾淨,以後你長大法再教你,現在教你,你聽不懂 我們現在要去農工的蝦子,蝦餵小學生 請問這些家動作在哪裡? 現在是原料的,進來之後我們要做原料的騙收,就是看我們的蝦子的鮮度好不好啊,大小有沒有有我們的需求啊,之後我們要再選別,就是把大小尾分出來,然後我們再來做包裝,讓我們的團體的製品會比較漂亮,那我們要檢視我們的東西的新鮮 新鮮度,或者是有比較差的,它比較小尾的,我們就要把它挑選掉 那現在這個步驟 我們這邊就是要把它秤重,然後大概也是會再挑選一下蝦子的大小尾跟它的品質 就是它有一些會有那個比較軟的,然後或者它有比較奇怪的形狀,我們再把它打片 然後再進去,然後去那個寸重把它打開 這樣子 我們現在這個步驟有沒有經過... 寸重完之後,我們要把我們的蝦子排在我們的食品頭上面,他們要排得整齊漂亮,這樣看起來才會覺得好吃 然後我們在急速冷凍的時候才會漂亮,這樣才會消瘦得很好 我知道最後一個步驟是裝的而已 最後我們盒子裝好之後,擺盤完之後 我們要先把我們的蝦子做超低溫的凍結 我們的凍結的溫度是零下50度 之後我們要去把它推到我們的凍結室做凍結的動作 讓我們的產品的製成材算完成 我們要買什麼? 買白蝦 好,我帶你去看白蝦 你拿什麼呢?蝦零小蛋 賺錢買油白蝦 好,在這邊 你們要幾盒? 兩盒 好,那我們直接放吧 好,這是我們的白蝦 跟著我們蝦芒芭 我要做的料理是蝦零小蛋 準備的材料 蝦子 蔥花 大 我們現在來剝蝦子 首先先把頭剝掉 再剝他身上的殼 剝乾淨後 就是蝦人了 蝦零小蛋 然後現在把蛋攪一攪 現在先下 然後把蝦子下去炒一攪 然後把蝦子炒到金黃色了 把蝦子炒到金黃色了 把蝦子炒到金黃色了 然後把蝦子炒到金黃色 轉 deemed pros 好,把蝦子炒到金黃色了 把蝦放上去 把它拌乾了 然後放蝦子 手道放干之后就放双花和棉椒盐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下一个料理和哥哥做 我要做的料理是蒜、香、奶油、白香 要准备的材料有葱、佳子、芝麻、蒜、蒜头 还有这些香味料 第一个步骤是蒜头很多的油 油热之后再把虾子炒至金黄色 炒到这个样子就可以先把虾子先洗锅了 然后再把葱、蒜头、奶油炒至金黄色 然后炒到奶油融化为止 这时候再把虾子丢了 把它拌炒至金黄色 然后再加ard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鱼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鱼 然后再加一点 Although meine guacam校 然后再加 Winston Dr. Jude 味八odox 這樣就完成了 YA! 今天蝦子的料理就完成了 蝦味餐桌 我們現在要來吃蝦子囉 然後頭剝掉 然後再把身體的殼剝掉 這樣就完成了 真是太好吃了 現在要來吃蝦人炒蛋喔 也超好吃的 今天做什麼你最喜歡 我們去了養蝦場跟加工廠 印象很深刻也覺得很多 特別是跟阿公一起味蝦子 跟阿公分享的訣竅 那加工廠的部分呢 以前都不知道阿公怎麼處理蝦子 透過主任的介紹 我瞭解了蝦子的處理過程 我學到了很多 那蝦心呢 今天做什麼你最喜歡 我最喜歡煮菜的部分 因為煮菜之前還有剝蝦人 然後我喜歡我自己煮菜的感覺 而且我煮的很好吃 我都有吃完 我喜歡我的嘲笑 你在想買泡打 water